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餐店在七十年代中期越洋来港 接着在九年里面先后开了二十六间分店 这类美式快餐店的特色就是以专利经营 也是连锁性地开设 即是说无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顾客都可以在用同一个名字经营的食店里面 买到同样款式同样品质的食品 近两三年来不同类型的美式食品专利店 相计在香港涌现 本港的快餐业因此更趋多元化 竞争更加激烈 究竟这些协着美国招牌的专利店 经营方式是怎样的呢 它们凭什么特色来吸引顾客 香港人对他们接受的程度又有多大呢 这位是香港三间美国汉堡包专利店之一的负责人 叶先生 好像大部分经营美式食品专利店的人一样 他以授权经营方式 向美国总公司卖了香港的专利权 条件是每间店四万元美金专利费 这个费用可以保留专利权二十年 另外每间店还要将每年营业额的百分之四 给总公司 叶先生虽然说是买了专利权 但是经营手法和规则 都是要依照总公司所定的 无论是店的地点 或者店里面的装修和厨房设备 都要经过美国方面的指示和批准 其中有不少装饰和机器都是由美国运来的 喂,可以喝喝喝 看我 就像照单执约那样去做 说到食品的种类 美国店基本有的食品 香港一定要有 如果想说加其他的食品 就一定要得到总公司批准 叶先生说他经营五年以来 从未有申请过增加任何额外的食品 部分原因是手组十分麻烦 又要写计划书 又要将新食品寄过去美国事业 要成年以上的功夫 凡是这类授权经营的专利店 总公司每年都会派人去巡视业务 确保每间店都能够保持自己一向建立的形象 这位先生就是公司派来检查 专利店的经营方法和食品质量 看看是否合乎标准 这套工具就是他用来做各种测量工作 当初很多人都不看好汉堡包这种爱国食品 因为香港人一向的饮食习惯 都是以米饭为主 要他们用汉堡包做正餐 不是那么容易接受 这间第一间来香港开的美食汉堡包专利店 能够那么成功打入本地市场 实在与经营手法有密切的关系 这间专利店是港美合资的 各占百分之五十股份 经营方法和体制就百分之一百美国移植 连每个汉堡包的制造也都不例外 汉堡包所用的牛肉 全部都是美国入口的 每晚关铺以后 为了确保食物新鲜 冷藏车 将每间店每日所需的材料 逐间送去 一直至凌晨三四点 汉堡包所用的面包 虽然是本地制造 但是全部都是依照美国的方程式做的 公司有专人在厂里面 亲自监督制造过程 和检查制成分 每个包的形状 颜色 高度和组织 都要有一定标准 不合乎标准的 就全部都不要 打完蛋之后 就要摇拌蛋黄 然后就盖下来 然后开始蒸蛋 蒸蛋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一个包 专利店通常除了食物品质有规定 也有既定的管理方法 这里每间店的经理 都要去美国接受训练 他学到的一套 就用来训练他之下的员工 要补充其他的鸡蛋 烟肉 牛油 包 其他所有的补充 整体来说 这间快餐专利店的经营 由最基本 以至最复杂的工作 都有一定程序 他们强调的经营哲学 就是既然本身以卖汉堡包为主 一定要保持一个汉堡包专门店的形象 这位是香港第三间美式汉堡包专利店的负责人 罗先生 虽然一样是卖汉堡包 他的经营哲学和刚才那两间快餐店就有不同 他的出发点是既然要赚钱了 就一定要卖适合本地人口味的食品 罗先生帝属的公司一向都是搞开地产财务的 近年市道不好 所以公司就展开多元化发展 今次是这间公司第一次进军饮食业 由于缺乏经验 于是就买一间美国快餐店的专利权 主要因为这些快餐店 已经有一定的声誉和既定的系统 容易上手 这位是美国总公司派来香港协助业务的经理 罗先生认为他是外国人 始终都不了解香港的环境和香港人的口味 所以事开业以来短短几个月 已经不断向他提出变动的要求 譬如总公司本来要求店铺地毡 但是罗先生认为 香港天气潮湿不适合铺地毡 改为铺街砖 桌和椅 桌是美国混味的 椅就向台湾订造 因为台湾的价钱比较便宜 有些什么要吃 我一会吃红枕豆 你吃红枕豆饭是吗 开始吃 你吃红枕豆饭 另外为了提高竞争能力 他还提议加饭盒 意粉和早餐 经过他力增 总公司终于同意加饭盒 不过争论最多的就是沙律巴的问题 沙律巴的设计是依照美国那边采用的自助形式 器具是用碟 实行以后罗先生发觉很多人用平底 把材料一层层地摘上去 倒到整个山这么高 有些还几个人带来刀叉吃 而每位十元的价钱 根本就是有虧无赚的 于是他坚持 如果保留这个价钱 就要改用碗來代碟 同時用借梨粒來代替價錢比較貴的芝士 原則上他們派來這個英國人 不是對本地有甚麼認識 溝通方面,怎樣解釋給他們聽 你說沒用,差多件事出現出來了 譬如沙巴太大了,拍一張照片出來了 譬如說人家大家 要帶他們去看,要看得到才要看得到 如果告訴他們,他們想像不到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philosophy where they see ways to make more money and Wendy's and myself says well we have to go slow and we have to research it and possibly I myself or Wendy's as a company is more conservative than the franchisee might be in certain areas they would prefer that we localized our menu even more and added eight or ten different lunch boxes and Wendy's says you know what we have to go slow because we still want people to realize this is a Wendy's and not a local Chinese fast food restaurant that we do have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we want to maintain that and then they would send us to the investors to put some one crusty such a big crusty French fries 然後是一般的達展業務 條件自然比較防寬 其實為了競爭 有部分專利店都設法便通 來適應本港的市場 就像這間以意大利式薄餅為主的專利店 最近也開始賣飯來遷就本地的客人 另外這間由本地一間 音響代理公司經營的薄餅專利店 裝修和格調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 美國那邊的薄餅店燈光比較暗 用的杯碟都是膠的 本地的負責人覺得這樣的環境和器具 不是很適合香港人的心理 於是就以自己的眼光將光線較亮 又用玻璃杯磁碟代替膠杯膠碟 再加上自己的裝飾 這個改變反應相當好 連美國總公司也派人來視察 有意思仿效 意大利薄餅的味道和中國人的口味 本來不是這麼接近 初時連這間店的負責人 也猜不到這麼容易得到香港人接受 這種以茄汁和芝士為主的食品 為何可以流行起來呢 或者可以從他們的顧客對象 了解到各種原因 這類快餐專利店的顧客對象 部分是外國遊客 這些掛美國招牌的食店 外國遊客普遍都認識分外有親切感 不過遊客只是佔這類快餐專利店的顧客一兩成 主要的對象仍然是本地年輕的一輩 年齡是介乎15至30歲之間 年輕人 前一位 高二跟老杉